今天教大家做最近网络上超火的一款棉花糖巧克力球 它的做法虽然有那么一点点的难 但是大家多做两次就一定会成功的 大家赶紧做起来吧 我们做巧克力球会用到这样的亚克力模具 或者是硅胶的半圆形模具 好 然后我们先让它处理一下 我们先喷酒精在上面 然后用厨房纸 然后将它擦干净 处理好后呢 我们倒扣放在我们的晾架上 好 为了防止更多的灰尘进入我们刚刚已经抹好的那个里面 我们融化纯可可巧克力 还有我们的可可汁 好 巧克力融化好后呢 我们提起来是比较丝滑的 然后我们一直坐在水上 然后将它保温 可可纸全部都融化好了 然后我们来调色 然后进一个呢 是红红色的散粉 加一点进去 我们调好后呢 拿出我们的模具 然后在表面画一下 这个就大家随意了 这个呢 就调了一个白色的 然后加的是专门的巧克力色粉 大家也可以用油性的色素 大家也可以用油性的色素 我们蘸去一点这个巧克力 这个巧克力 然后 开始到我们这个 圆球里面去 我现在调了一个蓝色的 那我们白色的刚刚这个呢 就已经凝固了 大家可以摸一下 它已经凝固了 我们再去调下一个颜色 一个深色的蓝 然后同样 好 画在上面 随意 我们画好后呢 就把边上一定要擦拭盖子 一会儿要弄巧克力在上面 弄好后我们放进冰箱冷藏一会儿 好 我们巧克力的温度慢慢降下来了 大概在二十七八度这个样子就可以使用了 好 温度已经达到了二十七度左右 倒在里面去 倒在这里面 然后排气 弄好后倒过来 将多余的巧克力刮去 我们就要将它放进冷藏 然后直至可以脱模为止 好 我们的半圆形的巧克力呢 就冻好了 然后将它倒扣 然后敲两下 看一下能扣得出来吗 然后我们装上棉花糖 大家注意室温不要太高啊 那就会很容易化掉 我们再将另外一半 然后用我们的锅稍微加热一下 好 然后我们盖上去 看一个球就做好了 我们将巧克力球放入杯中 然后倒入热奶茶或者是热的咖啡 然后它就爆开了 棉花糖巧克力球呢 就做好了 大家都学会了吗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请在我的评论区里留言哟 我们容易吃饭 我们要评论区里面 我们要射击 我们就通过 喝水 不干净 我们需要散诺区里面 您有明治的浑法 那么一块 人感觉 不干净